整顿一大批知名主播,不少粉丝纷纷发话天佑即将被封杀,又有消息传出,继嘻哈之后,喊卖文化也要被封,现在此消息已被血认,有关部门对包括李天佑在内的多个平台多个主编进行封锁,禁止其继续直播,其不光不能在各个直播平台直播,甚至连各种短视频也包含在内,果不其然,今晚央视播出的焦点访谈节目中,点名批评天佑, 想要再次回到大众事业应该是很难了,应该也不是很难了基本不可能,在焦点访谈最新一期节目中,揭露了直播中存在的乱象,天佑在直播中,话题经常无底线,情色话题是张嘴就来了,还用说唱的形式,详细描述了吸毒后的各种感受,天佑和网络平台忽略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,就是很多直播的主要收看群体是青少年,很多青少年都会看天佑, 天佑这样娘会吸毒,不是教唆孩子犯罪吗?这会给孩子和社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啊?目前七十多首反卖歌曲已经下架,其中就包括MC天佑的成名曲《一人饮酒醉》,目前各公众账号所有人员均已去除MC字样,这下天佑可能真的只能在家一人饮酒醉了, 网友对此事的态度也是很积极的,喜文乐见把这种拉不上台面的东西封杀掉,甚至有网友调侃道,想洗白就把M倒过来写,不就成WC了吗? 君君很不好意思的笑出了声,这只是玩笑,其实名字就算倒过来也回不来了,天佑的影响力是巨大的,曾上过湖南卫视,浙江卫视,参加过大大小小的综艺节目,本来也算是90后的小名士,然而跟很多一夜成名的人一样,慢慢的天佑也飘飘然了,作为喊卖第一人,天佑被称为喊卖歌, 前不久天佑作为压轴嘉宾,参加浙江卫视跨年晚会,据说出场费高达500万,而同台演出的蔡依林出场费也才340万,这一现象本来就不合理,天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东北家庭里,初中中途辍学,被父母送进直高也是半途而废,最终流入社会,开启了瞎混模式,买过烤串,倒过二手车,开过台球厅,做过收银员, 2011年开始接触网络,在网上结识几个哥们,期间交过一个女朋友,这段经历便开启了天佑那首喊卖女人们,你们听好了,其实天佑虽然在直播界拥有高人气,但是其他平台却是骂声一片,究其原因有几点,一是口无遮拦,特别是因杨密称,其为喊卖歌引发的口水战,二是抄袭,很多网友爆料,其实天佑很多歌曲,都不是自己原创的, 但是天佑却打上了自己标签,这让很多网友反感,上面这一段简直是哀理邪说,三十届赵本山女儿炒作,大家应该都知道天佑和赵本山女儿之间的情感故事,不过赵老颜子似乎对这位当红主播不怎么感冒,如今,通过喊卖走红,的天佑,竭力想摆脱对喊卖的依赖,撕掉喊卖的标签, 但依然前途未卜,跌落神坛,天佑前段时间应该是听闻到风头在微博上,更是两次改名,想要拜托喊卖歌的称号,第一次改名,个人标签去掉了网络MC卖手,换成直播红人微博名,更改为天佑呀,第二次改名,天佑把他老本行职业都不要了,直接换成李天佑,不过改名的确没有什么用, 毕竟印象定型了是很难改变的,先有柯震东,后有PGM现在轮到了天佑,网络时代一夜走红也许很容易,能红多久就得媲美在了,这一点君君比较看好忙不易